好了 好了 我们正式开始 正式开始 那个语音的人 大家都就就就就等了 我们家那个宝宝叫豆豆 然后现在是20个月大 然后20个月前 刚生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找了一个月嫂 这个也是一万块 一万块钱吧 然后找到月嫂呢 这个就是 就是之前看的也挺好嘛 因为面试也觉得挺好 上一家主人评价也很好 谁呀 诶那个所有人 那个观一下语音 要不然你老想 谁没有观语音 静音一下 好了 可以了 我们找了个月嫂 然后那个月嫂呢 因为一开始 那个宝宝就哭嘛 对吧 然后我就想抱 然后 然后 他很快就 他跟我说 他说你别 他一哭就抱 一哭就抱 他又不然 形成一个坏习惯 就是 他一哭 就是你不抱 他哭得更松 然后他就不睡觉了 然后 这时候 他后面就很难 很难管 他说你现在 就不能惯着他 我听这个东西 我说 我当时 当时我就这个 怎么说 就是内心就很冲突 就我很想抱他 但是他说的也很有道理 因为很有经验 这个月嫂 但是我突然就想起来 这个有 原来是有一个人是 我之前在微博上 就看到过 这个有一种方法 就是管控睡眠的 就是说 为什么西方人 就是 这个一个人 就可以带两个宝宝 中国人一家四口 带一个宝宝都累了 这个累三天 然后 这个 脚的这个家里 这个非常忙乱 对吧 然后里面有什么 有介绍了 西方人怎么带宝宝 说他们是这么 带宝宝的 例如把那个孩子 就放在屋里 然后他们会和这个妈妈 爸爸妈妈是分开睡 然后他们哭 就进去看一下 然后 但是会查一个时间 例如三分钟 或五分钟 如果 如果这个 就如果他还哭 那就 就是说 再多进去一下 然后 等下一次 就是 假设一开始 他哭了十分钟 第二次估计就是八分 他会哭的越来越少 到了后面 你不用理他 他就可以睡得非常非常好了 这个东西呢 叫做 哭泣免疫法 或者叫做 哭泣控制法 哭泣 他这个方法就是说 把宝宝放在床上待着 孩子有可能会哭 但是说 他最终总会 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对吧 然后 有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估计要需要半小时 但是开始训练之后 需要十几分钟 然后或者三分钟 就可以 一分钟也可以睡着 这个方法 这个叫 哭泣控制法 然后在网上也流传已久的 那个 大家不用记这个 因为这是一个 这个 这个我们要批判的对象 这个方法 那个 微博上的那个明星 马一利都用过 但是 你看一下 马一利在一年以后的 他的这个 描述 他说 他说 随着妹妹的成长 就是说 他们老大用了 哭泣控制法 然后他说 这个妹妹 这个妹妹长大之后 我越来越后悔在 就 老大一岁时 进行的哭声免疫训练 虽然两天就成功 让他学会睡整觉 可一年 一岁半后 又开始反复 睡着后 他总会醒一次 哭着 拍手球抱抱 发现没人理之后 只好再哭着睡着 而我就固执的 在黑暗中 盼他快睡着 麻痹自己 去漠视他的无助 甚至以为 他长大了 不会记得这些哭泣 这种煎熬 什么是一种巨大折磨 什么之类的 哭泣控制法 后来就是 后来这个 有很多人批判 你像那个 爱和自由 这本书的这个作者 就是 就是 对 他其实和 另一个这个方面 叫做亲密育儿法 就是 只要哭 我就抱起来 只要他想吃奶 我就随时喂他 就是 八个月以内的宝宝 是没有惯犯 这一说的 因为 整个人类几百万年 都是这么来的 就是 哭了就抱 哭泣控制法呢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是 很可能 会造成很严重的 心理创伤 或者说 一些 这个 就是怎么说 有可能 因为这个 也我查了很多资料 这个 哭泣控制法 其实是 也没有一个定论 但是很多人认为 他不太符合人性 所以说 当那个宝宝 几个月大的宝宝 一旦无人回应他 他其实就掉入了心深渊 因为他的世界里 只有 只有妈妈 对吧 或者只有 只有喝奶 这件事 他没有任何东西 好 这是 这是一个 然后后来 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月嫂 这个 我很快 因为我就花了 半个小时吧 我就 我就开始 把这个 哭泣控制法的前因后果 就查清楚了 因为我见过 这个 哭泣控制法的 他的 对他的 这个 就是介绍的文章 科普文章 也介绍过 批判他的 所以很快 我就重新看了一下 我说 这个月嫂 不就用了 哭泣控制法吗 对吧 然后 我一看 这个 特别不靠谱 三天后 我就把它辞了 又找了第二个 找第二个之后 这个第二个月嫂 就 反正我觉得 找月嫂 都是一种 这个看运气 真的是 第二个就好很多 第二 一开始 第一个呢 就可能他说 也没必要两天洗澡 但是第二个月 把每天洗两次 持续了两个月 后来 因为豆豆 这个发育非常好 然后我在豆豆 买一周岁的时候 我就给他打了 一千块钱的红包 所以 引出一个话题呢 就是说 对 这是我们一开头 讲一个故事 那今天我们 杀龙的几个 这个小原则 就是 因为月儿这个问题 太大了 说实话 太大了 就是我在学习 整个月儿的这会儿中 你看到这么多书了 我越学越觉得 自己是无知的 而不是说 我觉得我有 我有多自信 怎么样 越来越谨慎 这件事 就跟开车 越多的人 越知道风险 对吧 所以我 今天我们也是 一个半小时 大概做一个 对个别的几个 关键的概念 阐述一下 同时说一下 我的理解 就是我的理解呢 可能就书里 也没有 就是因为我看很多书 会有一些 处类旁通的一些 新的这个理论 或者想法 举个例子 因为我学 学月儿后来 我发现大人的 成人的所有软技能 其实都是 育儿知识的自己 因为对待孩子 和对待大人 那孩子难缠多了 你要尊重他 对吧 怎么去沟通 怎么去表达 怎么认可情绪 例如 所有的安慰 没有包含情绪 认同的安慰 全是错误的 全是不管用的 就是有很多人 经常说 哎呀 我 我被上司骂了 然后或者说 谁谁谁 他妈给我 这个 他 他对我不好 怎么样 你就说 他可能也是为了 你好什么的 这都都都白扯 就一句话都不能说 首先说 哎 你这样 太难受了 对吧 就是这样 就首先要情绪认同 其实 因为小小朋友 他的这个更严格 所以说 我在育儿树里 我几乎找到了 所有关于情商提升的 包括沟通的 包括尊重的 所有的答案 好 先说一个 假设你和这个 好朋友 在大街上 走着走着 突然 他走 他有心当病史 他突然心当病发作 倒在地上了 然后脸色苍白 然后 然后 这时候你 这时候你啥也不会 对吧 这时候 你就 你就 打 打这个 这个什么急救 你也没有学过 打110 打120 你觉得 也就已经晚了 这时候 突然来了一个路人 他说 啊 过来 我来 然后 他就上阵了 开始做这个 做这个 做这个 然后 但是 你说 哎 你是 你是做什么的 他说 我是做了十年的 心内科的医生 这个 我传手 你就很放心 让他去救 对吧 然后 但是他说 我就是个上班族 或者 我就是个什么 我就是开服装店的 这时候 他说 你放心把它 交给他处理 说 哎呀 我很有热心 我这个 怎么怎么样 对吧 或者说 我从小就 扶老奶奶过马路 我怎么样 我这个 从来上课不迟到 对吧 我非常善良 所有人都说好 但是 他如果没有专业的知识 你是不可能让他碰你的朋友的 对吧 我是说 所以 其实 还有一个例子 有一个新闻 对我 我记得太深刻了 就是有一个妈妈 就是 她特别特别爱儿子 她 她生下来之后 就和孩子睡觉嘛 因为 她一直这个 就是陪 就是和宝宝睡觉 就是和孩子 从小到大 睡到了19岁 然后呢 就一直没有和爸爸睡 然后呢 到这个孩子去上大学的时候 上大学的时候呢 这个 她待了几个月 就 就连宿舍都不想住 就一定要和妈妈睡 然后她妈妈就上了 这个学校的边上 租了个房子 租了个房子 然后 然后他们再 又 又一起睡 又一起睡 然后 她后来发现 连房子都住了 还要回家 就自己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 后来发现 这个人连 完全自立的 这个能力 一定点都没有 但是他们这个家庭 也只是一个普通家庭 为此这个 折腾租房 然后什么 来回的这个 这个路费 非常非常多 所以 她 她 她就说 我付出这么多 我 我难道不爱儿子吗 对吧 但是她把这个 她后来 这个孩子的爸爸 真的是 哎 我一看孩子的爸爸 我都觉得 太 太心疼了 这个 她说 这个 她觉得儿子的一生被毁了 因为是 她连上 独立上大学 住宿舍 这件事都做不到 啊 这是一个 这个 很有意思 很震撼的新闻 所以 只有热情 只有爱 其实不解决问题 你需要非常专业的育儿知识 我们先说一下 什么叫做爱 什么叫做爱 就是谁来回答一个 就是 就是给一个定义就可以了 就爱是不是一种感觉 对吧 爱是一种感觉 对吧 就是 尤其谈恋爱时的 那个非常美妙的 愿意付出的 愿意怎么样 对吧 这个 半夜里出去买零食 这种 然后 还有爱是不是也是一种意愿 就像这个 刚才那个妈妈一样 对吧 我就是 我宁可牺牲我的一生 我都可以把我的所有时间 放在儿子 或者这个孩子身上 好 其实 我们也说一种爱 就例如 还有一种爱 像那个 我们经常看到那种 什么放生的新闻 对吧 什么放生新闻 然后那个 呃 有的图片说 这个 是放生一个 这个 这个一个乌龟 然后放生到海里 然后这个海里 这个 可能他迷失方向了 又往回爬 就往那个沙滩上爬 哎呀 你 你这个 我帮你 然后 又扔回去 那人家那是个路龟 人家是河里的 人家不会去闲水里 人家好不容易爬出来 又给扔回去了 就淹死了 这种放生的蠢事 其实特别特别多 你看所有的放生的人吧 都没有基本的常识 因为所有的放生 几乎都在破坏生态 因为你 你即使 例如举例的 哪怕你买了小狗 小猫 或你 你路边的这种 你其实都在鼓励 这个产业 对吧 因为你 促进了他的这个消费 对吧 所有的这些人 其实都 他们绝对是有爱的意愿的 但是爱 更是一种能力 就是 因为无知造成的 这种伤害 其实 怎么说呢 就有两个人 一个人是和你 他说我对你很好 然后 还有另一个人呢 就是陌人 陌生人 陌人 但是这个陌人呢 就对你不闻不问 但是很有可能 亲近你的人 他伤害你最大 电影里是不是 电影里经常那种 亲密战友 这个回头 这个回来捅一刀 这种 其实是伤子最深的 因为他 所以这个 因为亲人的话 其实你看那个 豆瓣上 什么父母结祸害上面 就是所有的 你知乎上 因为我专门看 几百几百个帖子 我去看 就是上面 就是那个 就是说那个父母 也是爱我们的 然后怎么 但是你看父母结祸害 对 上面 上面对 知乎上有个特别 这个 这个有个几千楼的 一个帖子是说 他说 哎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挫折 对吧 最后我们都走过来了 我们也心里都很健康 这个 我这个 为什么会有这么怎么样 但是下面 下面几百个帖子 都在控诉他的 这个就是在否定 就是挑战楼主说 他妈的给我造成多大阴影 现在我都他妈不回家 就是因为他们当初 怎么怎么样 伤害 所以 其实父母要是伤害起来 那是更严重的 因为你对有他 有一个百分百的 绝对权利 所以说呢 爱是一种能力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 你才能真正的去救他 否则的话 你可能 你心是好的 反而你可能会把他害了 后面我会很多例子 如果你要养猪 如果你现在就要开个 养猪场 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平常 买一本什么 养猪技术指南 对吧 养猪三千三百万 是吧 实用养猪技术 我上网上就搜过 就是还有什么 养鸡三百万 都是这个 就是很畅销的 因为它简单快速有效 对吧 你避免把这个 因为那个鸡一生病 你不把它扔掉 它立马就 整个鸡场就死掉了 对吧 所以说 他们 你养个鸡 养个猪 都要买上了三本书 去看一看 但是养个孩子 一本书都不看 因为我们在场 有多少有孩子的 举个手 看了超过三本书的 举个手 三分之一都不到 三分之一都不到 就因为我做过 很多次这个调查 我就是说 我做调研 我大概要是 一百个父母 你能够看一本书的人 不到十个人 我感觉 就认真的看对的一本书 不是说买一本 长腰书就去看 然后能够看到十本书的人 我估计到不了三个人 一百个人 你不到三个人 这会造成什么问题 你们看一下 测试 育儿测试 第一个问题 现在有三个宝宝 有个宝宝 就是晚半年才会走 别人就是同龄的孩子 都会走了 但是他就晚半年才会走 然后行动很差 另一个呢 这个晚半年才开口 就别人都 说了很多话了 但他晚半年才可以开口 第三个 他晚半年 就是才听懂 去倒垃圾 就是丢垃圾 然后他去丢了 或者说把那个东西拿过来 他拿过来 这三个宝宝 哪一个宝宝 就是问题比较严重 因为他三个 肯定是正常最好嘛 对吧 然后这三个 一定要领养一个 你会领养哪一个 第三个人就对了 说第一个最严重的 举个手 不是 就是这个你可以 就是凭你的猜测 知道答案的 你不要说了 知道答案 今天所有知道答案的 不要这个 就不要说答案了 这个 对 第一个答案的举个手 好 一个 两个 三个 第二个答案的举个手 就是晚说话半年 第三个的举个手 好 你们直接还挺对的 就是说 其实晚半年走路 和晚半年说话 一点是没有 一点是没有 就是可以这么说 几乎是一点是没有 就是 当然你最好是看看医生 但是基本上问题不大 第三个问题非常严重 为什么 他说明他听不懂 他的耳朵是有问题 很有可能听力损伤 这个损伤比例 其实可能不高 可能百分之二 但是 可能哪怕百分之一的孩子 全中国就有一千万 就是这个 因为我看幼儿书 我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 但是我看到过 好多次专门提问 就是听力损伤 因为他没事 他如果听得 听懂得晚 可能是发育的吃饭 可能没事 但是 如果你碰到了听力问题 这孩子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大 这是第三个 就是如果你知道这个知识呢 就是说 如果你一旦听到 一旦发现这个孩子 这个 这个 呃 这个 他 他听不懂你指令啊 或怎么样 或者没有听到你讲话 立马到医院里去 最好的医院里 赶紧去看 就这是个医学问题 这是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第三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他 他 前两个根本就不是问题 啊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能觉得 哎呀 我 我也怎么怎么样 好 再看一个数据 淘宝 我专门去算了吧 就是淘宝 每年的学步车的销量 是五十万 亮 啊 哎 大家那个 大家买过学步车吗 买过的几个手 啊 啊 有送的是吧 啊 家里有的是吧 有几个有 有一个说 买 买过的 学步车呢 就是一听这个词 就是在 一岁左右 然后正在学步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放上去 或者扶着 它可以走 然后用来学步 但是学步车是一个 绝对有害的东西 它可以造成那种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当然这个问题不大 它最主要原因 第一个是 风 危险问题 就是说 因为它可以扭动一扶了 它活动范围更大 这时候其实危险是更多的 这个危险其实本来不必要 就是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学步车是完全不能 帮助它学步的 其实它叫做学步车 因为小孩走路 它是有一个这个身体的平衡系统的这么一个训练 对吧 但是它如果是有学步车的存在的话 它它全部借助这个小推车 或者说它的这个悬空在里面 它只扯动 它是完全完全锻炼不了这个平衡能力的 所以用学步车 如果真正你用 它其实是会阻碍这件事 但这件事也不是那么大问题 但是这件事 以至于这个 但是这个问题是这个对错是非常明显的 以至于加拿大取消了全境内的生产和销售 就整个国家不允许生产 不允许卖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个伪科学 或者就是一件错误的事 在这个 在20年前左右吧 这个迪斯尼 然后推出了一套这个小小爱因斯坦的早教的这个视频 专门给这个低幼宝宝去发展这个认知 例如这个颜色啊 认识数字啊或怎么样之类的 然后哎你一看你不错啊 这个迪斯尼出的专家 一看这个很多列的很多专家 然后这个拍摄的 然后也很好 然后就买回家去看 对吧 但是 这是又是一个大坑 为什么 后来经过测试 看这些宝宝的 看这些视频的宝宝 智力发育都 都受到了这个 都更加迟缓 就是他会的那个词语数更少 后来 以至于后来迪斯尼这个打官司 迪斯尼赔了几百万美元给家长 这又是一个案例 就是 后来 其实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则是 两岁以内的宝宝 不要看任何电视 为什么呢 因为他通过学习是完全通过这个 就是什么是物理世界这种操纵 然后 一如像 像我 像那个文贤豆豆小时候 他会把这么大的球 往杯子里塞 就这么大的球 往杯子里塞 但是 但是就不要阻止他 你就让他去试 他就知道大小的概念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会把各种各样的东西往里面塞 他其实是在实验 在探索 但是 他看动画片 他能够这个 能够学到这个 肯定学不到 对吧 所以 而且 看电视 其实是最典型的 就是说怎么说呢 就是 他获得不了最 就认识这个物理世界最最最最底层的这些东西 大小 形状 对吧 这些东西 我可以操纵它 训练肌肉 他只是看 这是一个 这个难度太低了 难度越低的 其实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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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越差 就是因为他不需要难度 你看 你看美国最典型美国那个吃爆米花的那种小胖孩对吧 坐着抱上一看看四五个小时 因为越是贫穷人家的孩子越可能这样做 因为第一省事 然后又不需要 那很安静嘛 对吧 然后就在那能看四五个小时 在很多家庭里都能看三四个小时 这是有 这是有调研的 就是 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说 至少两三岁以内的 看这么多 是影响他的其他的时间积累的 就会造成这个问题 好 所以 一个明确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你 不要拿孩子做实验 因为很有可能 你 你 你去这个 你有一个想法 有个想法 怎么说呢 大人很多事 你看 昨天 昨天我们听了个气德明老师讲演讲提升 就是看 在演讲培训里 有特别典型的一个 一个思路 就是要写逐字稿 知道吗 就很多人就是瞧不起这个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我 我讲就可以了 因为有很多讲说 有他说 我希望思路不受到限制 我希望喷波而出的那种状态 而且就是 非常的什么 但是真正演讲的这个专业人士 只要做的稍微像点样的 他都知道 老老实实的写 这个演讲稿 然后逐字的去对比 然后演练 其实他是真正唯一的知道 这块有个那个 他昨天给我们发了个视频 特别有意思 就是许之源 是一个这个知识分子 是一个主编 然后非常有名 写的文章很多人喜欢看 但是 对 许之源的那个视频上 就是他在一席去做这个演讲 他说 我就不喜欢那些规定的非常 这个 就是规定的很严肃的 或者说约束你的表达的 我希望一种喷波而出的那种状态 非常 就是这 自然淋漓的这种表达 我不希望有那种表演 什么那种交流造作的情况在 非常刻意 说的太有道理了 这个演讲就不应该这样 但是 他说完这之后 然后我们看下下下个镜头 他就说 哎呀 我说啥来着 哎呀 我想到哪了 我们要不要聊点别的 全是车祸现场 然后齐泽明老师就说 看 这就是不准备演讲的下场 就是 你有一个想法 很有可能你是对的 但是也可能你是错的 但是对于大人来说 你都可以反悔 但是对于宝宝来说 你能反悔吗 他每一个月都在编号 你发现 每一个星期都都都都在学会了新的东西 你做错的情况下 真的是一生追悔莫及 当然 这个我们 我看几个 我说几个几个明显看 只要这个世界上 只要他合法 他只要合法 合乎法律 他只要能赚钱的都去赚 学步车就是 学步车是典型的啊 人们人们想让他学步 有这么一个天然的理念 那么我就造一个 学步车 哎 你看小宝宝原来不能走 我可以扶着走 可以更快 对吧 这反而是错的 三岁以内的宝宝游泳和潜水 这种游泳是说 这个到 这个头到水下 或者说自由游泳 就如果你是完全带着游泳圈的这种 就是头完全不进入到水面以下 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很多 因为因为我接受过这个潜水 这个宝宝游泳潜水 邀请 确实啊 就是其实六个月 什么一岁的都可以 其实生下来的宝宝扔到水里 它是淹不死的 知道这个事实吗 是的 因为因为它的母体里 就在洋水里嘛 对吧 它有那个本能 但是这个本能 六个月内会消失 然后然后那个 我见过那个宣传嘛 他说那个宝宝 你家宝宝以后 也可能会遇到危险 那他如果会潜水 你掉到水里 他就可以学会避弃了 挺很有道理 但是这个风险 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 你和宝宝都掉到了水里 你还捞不了它 这其实 但是如果它在水里 很容易造成 就是它如果呛了水 你是不知道的 小孩呛水不知道 就它喝了两口 你也不知道 它表现很好 但其实它会造成水中毒 就是因为过量的水分 你摄入 你像你 像你连着喝那么一大桶水 你是不是会头疼 对吧 小孩的问题更严重 会造成水中毒 还有那个抗菌灶 消毒液 大家都知道吧 经常宝宝消毒液 我刚成豆豆时间 买了一堆 但后来我很快就知道了 至少奶瓶 你一天或两天 洗一次 消毒一次就可以了 其他所有东西 消毒液没有必要 家里就没有必要有 消毒液 家里就没有必要有 因为我后来 我去打疫苗的时候 也问过这个大夫 就因为那个 因为从小的 这个人的这个抵抗力 你看有很多人 长大后过敏 对吧 长大后过敏 就是因为他小时候 接触的这种细菌 比较少 所以那些什么 爱玩土的那种孩子 其实最健康了 就是因为 土里有大量的细菌 这些东西 几乎所有小孩的 那种本能 几乎都是对的 就是玩土 弄得身上特别脏 然后黏糊糊的 什么到处都是 但是其实那个 是最大的一种内傻 后来发现就是说那种 把家里搞得 就是就是手上 搞得特别干净 天天消毒 然后这个不碰 那个也不碰 他特别容易过敏 因为他小时候 没有经受过这种 这个病菌的这种 这种侵染 他就没有 他身体的免疫系统 就没有得到一个训练 所以家里没有必要 有消毒液 也不用大人 也不用洗手 而且小孩洗手会 小孩用洗手 洗手有个什么问题 他会把这个东西吃下去 他会把那个抗菌 杀菌成分吃下去 吃下去之后 他肚子里的那个 有益菌就会 就会拿下了 就会被杀死 所以小孩肠胃 经常有问题 就是吃个乳梅生 什么的 就是补春菌类 好 果汁 果汁糖有害 我已经终生借果汁了 反正我告诉你 这个果汁是有害的 好 所以其实我 我研究了一年之后 我发现这个 我的育儿第一条话子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要伤害宝宝 这不是所有人听闻 因为有一本 有一就是医生界的 医疗界的名言叫什么 首先不要伤害病人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医疗事故 是由医生或者流程不规范造成的 不是他们医生 就是不是医生 他有这个主观意愿 说我把人致死 而是说 因为环节太复杂了 导致各种各样的人为疏忽 造成了伤害 可能一百个这种事故 有二十几分 什么把那个钳子丢在了肚子里 把纱布丢在 这是非常可能发生的 一个手术从消毒什么各种各样 大概有一百七十八 一百八十个步骤 所以后来这个清单革命 他研究了清单技术 就是说每一次都列清单 而且是不是由一个护士 去去进行这个准备 后来他这个大幅降低了 百分之三十 全世界的医院 百分之三十的这么一个 这个食物率的降低 你看以至于那种问题 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就是说他现在做手术 做手术呢 他会有手术到那个腺嘛 对吧 这个腺因为蹭到了这个患者身上 结果导致到这个腺带菌 这个菌呢 又碰到了这个患者体内 造成了大幅感染 就是后来 他只要把全身盖满 防无菌布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他就可能没有把这个人 可能就没有造成一个这个 那么大的一个危害 所以说首先不要伤害宝宝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少了 所以导致说你觉得是好的 实际上可能是反而有害的 好 下一个章节 问一个问题 如果18岁成人智商 假如说这个成人18岁是百分百成熟的话 那么他发展到百分之五十的智商的时候 大概是多少岁呢 猜一下 随便猜 因为我这个问题的反常 导致你们就极端谨慎 这个问题 这个一个答案是四岁 但是这个不严谨 我只是引出一个问题 很多人认为呢 就是说例如说 我的孩子还没有上小学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例如说 他就讲的 我上小学之后怎么怎么样 或者上学上了初中 我怎么去培养 但是这个答案是四岁 什么意思呢 智力开发 在他上幼儿园 刚上幼儿园的时候 智力开发 其实最重要的已经完成了 差异已经产生了 就是你会觉得 这个这个有老师什么的 所以我今天都是这个 我要求不是三岁以内吗 是因为我 是因为我主要经验 也是覆盖这些 如果你被外星人抓走 你被外星人抓走 你宝宝刚生下来 你被外星人抓走了 你回来 然后外星人说 你回来只能送你 陪宝宝陪一年 这十八年里 你不去承认 你只能陪他陪一年 然后 假认你 假认你拥有全地球 最先进的幼儿知识 想改变他的人生 你选择哪一年回来 第一年 不 才第一年的就少 就是零到一岁的时候 第一年 第二年的就少 第三年的就少 第四年的就少 只有第二年是对的 就才第一年的说明 你们不知道 就是你们至少不太了解说 其实在 尤其是前八个月的时候 其实他学不到什么东西 他的基本需求 就是吃喝睡 就是吃喝睡 真正的 他开始 当然 其实这个影响是从 他其实一出生之后 其实就已经那什么了 当然 我是说 如果你能有效的 可以明显的互动的干预的时候 其实是一岁多 其实到宝宝两岁的时候 他令人讨厌的性格 已经形成 为什么有一本书 因为我看的那个 从出生到三岁这本书 这本书 反正我自己觉得特别好 就是他上面 那个作者呢 就专门研究这个 宝宝的关键期 他们还开展对外的咨询 就是培训班 但是他们不收 十个月以内的宝宝 不是 晚于十个月的宝宝 就是正好是一岁左右的这种 他说 你像两岁以后的宝宝 他就不收了 为什么 他说 两岁的宝宝 其实已经说 你像你假设让老人带 他 例如 你像 你假设我们逗逗 我发现 他是什么时候 就开始打滚 因为他想表达 那个 这个 否定情绪 他不高兴 他 就躺下了 他一躺下 我和我们家外婆 就走了 不管他 因为 普通的那个老人 就会 把他抱起来 你怎么怎么样 怎么样 你就强化了 他这个行为 到两岁的时候 如果你有过这么十来次 两岁的时候 他碰到任何的这种问题的时候 他都这么处理 就往地上一躺 他就这个问题解决了 而且你就本能的报 到两岁的时候 其实 反正这本书里可能说的有点严重 就是令人讨厌的一些性格已经形成 然后其实到 你看这个生长曲线的话 其实到 到三岁的时候 其实差异已经就很大了 所以说有很多 还有一本幼儿书 它的名字就是说 人生中最关键的三岁 所以三岁看老 这件事有没有道理 其实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 例如还有一个数据 就是像那个 像那个小孩 像我们都学过英语 对吧 我们学了十几年 还不会和老外对话 即使你过了专业八级 小孩四岁的时候 他的英 假设美国的小孩 他的英文水平 就底得上专八 就比专八还要低到 就是刨开词汇量这个问题啊 就是不是说这个信息量 而是说在语法的这种训练深度上 所以这个小孩呢 你真正你 你大概了解了 这个小孩的发展期 你会知道语言期 三岁六岁 什么这个八岁十岁 或十四岁有几个坎儿 然后对吧 包括智力的这种 这种这个性格的形成 他都有一个一个 有一个这个发展的关键期 或者敏感期 所以这个第二岁的时候 就是从一岁多 其实他性格就开始迅速的形成 他和大人的互动 就开始这个形成一些 这个固定的模式 所以你这个一岁多 其实就可以影响了 好 如果你有十万的额外教育经费 花在孩子身上 你花在几岁左右 假设说一个时间段 因为在 像尤其在北京养个宝宝太贵了 你们知道吧 这个基本上 我原本不信 我生了豆豆之后 我就信了 因为你稍微了解一下 你看那个说 尤其是海淀区的孩子 那一年就是二十万到三十万 真的是 他们会报五个班 每周报五个班 然后一个班 一节课可能几百块钱 全年下来 就是再加上什么学费啊 什么就就是二十万左右 这很多啊 当然 当然 其实呢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个没有必要 搞上那么多班 而是说 你如果把这十万 你就花在前三年 很可能后面 你会省一百万块钱 就是前面 但是有杠杆性的作用的 就甚至说 说实话 因为我看了这些 这么多的书之后 我发现 其实它不用多少钱 可能就 这个 例如这两年 你花上个两三万 或者三五万的教育经费 你就可以把它 就是搞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没有必要上 什么美吉姆啊 什么一节课 三百块钱 那些那些东西 因为我报 我给豆豆报了 一节课 就是十二节课吧 大概是四千多块钱 好像是 就去了两次 就早期这种杠杆性啊 你看 这是成人 其实 其实在这个时候啊 就是例如 他在 一岁的时候 假设 假设说 他在八个月大的时候 其实 这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 有的宝宝 就是差一两个月 就例如 有的人早两个月 或怎么样 或者说 例如说话 早了半年 或怎么样 然后 他到后面 其实会 肯定是 差距越来越大 例如说 那个有的小孩 有的小孩 在几岁的时候 就可以说 有一个 先说另外一个例子 有个例子 是这样的 是 一开始有一首歌 叫做 就是歌颂祖国 它是什么 我爱你 我祖国 然后怎么怎么样 这前段时间的 一篇这个微信 这个报文 上面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 这个是我的祖国 然后就歌颂的 然后这个作曲家 看的这个词 完全就毫无头绪 然后后来呢 这首歌 就是又被拿去 另一个高人 去写 就是写那啥 写那个写词 很快就给出来一个 就是一条大河 波浪刊 然后 风吹道花香两 然后后来 哇 这个太美了 然后那个作曲家 一看这个句子 就迅速的 蹭蹭蹭蹭的 就就喝气而成 就就成为一个 这个中国的 这个真正的爱国 经典的歌 他不歌颂祖国本身 他翻译最好 好 这个作者呢 是什么 这个作者在 几岁的时候 四五岁的时候 就可以认什么 三千个字 他其实 其实就是 到到那个时候 其实就差距 非常非常大 你可能觉得说 一千个字 或者三千个字 这个不是 例如你差那么一点 一开始是 差三百个词汇 你到后面 就是一千个词汇 到后面 像我举个例子 其实在 因为我见过 大家知道 有一个这个 专栏叫 那个叫战损 叫Wolfgan 就是在个人成长类的 品类的 No.1的这种 这个微信公号 他就是粉丝非常多 我专门在 知乎开那个 知乎研的时候 刚才见到过他 我专门约他聊了一下 我就问他 我说 你为什么可以成为 中国品类第一的 这个个人成长类 怎么怎么样 我想知道 你有什么样的 一个一些童年环境 他说 他小时候看书特别多 然后我说 你现在怎么培养宝宝的 他说 他让他家孩子 看什么书 你们肯定猜不到 他怎么教育他孩子 当然绘本啊 他说 看绘本是一个 绝对的 他说他宝宝在 他家孩子 在小学时期 看了两千本 其实绘本 是看得特别快的 其实那个绘本是 他一旦看书之后 其实很快 每天可以看几本 然后或者是 每两三天就看一本 然后他给他家宝宝看什么 金庸全集 其实金庸全集 是很好的 这个入门书 因为什么 他其实又有故事性 又有兴趣 而且书里有 就是这个金庸的 这个文笔 还算是很好的 里面也有很多 这个古体诗 就是他还是 当然你 你不能说这个 就天天看不下 就是说 这个很适合入门 就是你看他的 这种思路 就是完全不一样 他小时候就有 很多书可看 他的阅读非常非常强 所以我一直到现在 我都这个 这个写作都仍然没有过关 35岁了 就因为我小时候的书太少了 对 这是 对 好 说一下这个 因为我经常也和这个朋友圈 这个进行咨询啊 然后有时候吃个饭啥的 我就赶紧给他讲10分钟 如果让我只给一岁内的宝宝 给一条建议 知道答案的不要说啊 你们猜一下是什么 假设我就只有一分钟 假设啊 假设我妹妹 假设我妹妹生孩子了 她现在 她有孩子 但是 假设她 假设有个好朋友啊 这个生孩子了 或者有个朋友 我只能见她这个聊五分钟 吃个饭 我给她讲 只只给一条建议 什么 安全 光脚 光脚 不要穿鞋 为什么 就是 因为我总结很多 因为我看很多 在日本啊 因为我看了 查了一些资料 在日本的那个幼儿园里 四五岁的这种宝宝 三四五岁的宝宝 都有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这个幼儿园 是强制光脚的 其实为什么 因为中国这个 因为中国 尤其是这个老人 上一代啊 因为这个 后来我想了很久 我才找到答案 很有可能是因为 上一代这个保暖条件 太差了 导致说 导致说他就本能啊 就是说 我在小区里 我看我有好多 那个可怜的宝宝 就是天气一点都不冷 然后你围的特别厚 人家动都动不了 我们家豆豆每次都是 我就 我穿多宝 他就穿多宝 然后 这个这个 很早就开始 这个穿一个很单层的东西 我认为豆豆是 整个一岁之前 都没有让他穿鞋 因为 因为在老家不上 在农村老家 也没有暖气 地上很凉 都是穿袜子穿鞋的 但是在北京 我们就把 我把室温开到二十多度 然后就让他添 就是常年就几乎就没有穿过鞋 并且在小区里 他能走之后 一岁左右的时候也是 每天我让他光脚在小区里跑 很多 我每次让豆豆这么一带他出场 我就是 都没有让他穿鞋 就全是老人 就每一个人都训斥我 或者 然后 然后压力还是挺大 挺大 冬天也让他光脚跑吗 不是 冬天在外面不是 我就说就是例如 大概天气暖和点了 或者一直到九月多的时候 我都让他 在小区里光脚 但我发现这么做的 只有我家一个人 就这么做的 只有我家一个人 就光脚跑的 不穿袜子 完全光脚 老马 我再问一问 如果说假设 孩子已经之前就 屋得很热了 我现在要去改 能改吗 当然能改了 当然能改了 我说一下这个问题 是怎么 我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为什么 这个建议非常简单 快速有效 而且就它其实是有 有深层次的这个目的的 就是 因为你说安全问题 为什么那些基本问题 我觉得大家 其实不会碰到什么 很严重的这种安全问题 大家总会很谨慎的 去做很多事 但是这个 小孩 说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光脚问题 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了这个 我觉得它可以促进 语言的发展 你们信吗 好 我解释一下 对于小孩来说 就一岁两岁三岁 这个小孩 他说话还不利索 然后他的智商水平 是怎么表现的呢 是通过运动 所以他的 他学语言的时候 是怎么学会的 一个是听力 再一个是声带的控制 对吧 这是什么 这是肌肉 这其实它是一种运动 就是如果 他的运动能力越强 他的语言能力就越强 语言能力就代表着 智商的发育 你说刚才我们举的 那个例子 像那个怎么说 评判说 智力发育受到了 这个持环 这个就是评判 他知道的词汇量的 多少而评判的 有一段时间 我也被一个 这个被一个 这个叫啥 就是被一个 观点所迷惑 他说 那个宝宝吧 你让他学那么早 说那么多话 也没用 其实你看 爱因斯坦教授 这个牛顿或啥 也是有点自闭 这种其实研究东西 会很深 我靠 我是说有道理 但是后来 我就开始寻找 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不断地 后来 后来发现了 人家所有的 做什么智力测评的 都是用语言 作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标准 去测 然后同时 那些真正的牛人 像我刚才说的 那个一条大河 不浪宽的作者 什么的 就是这些人 其实是更多的 正面案例 那个爱因斯坦 这种案例 还太稀少了 而是说 爱因斯坦 本来他就 其实特别聪明 只是他觉得 他们你们太蠢了 不跟你们讲话而已 自闭正理 有十分之一的 对 自闭正理 是有十分之一的人 是其实是 他是完全后来 就变成普通人了 这种人 其实确实 他对事物的研究很深 但是你们不是 我们的孩子 都不是说 这个自闭症 这个问题 对吧 我们不是这个医学问题 所以让他更早的 学会说话 互动 是很有利的一件事 绝对是好事 不要说他这个 当然 这个不代表说 他最终的 最终那个曲线 到达的 那个潜力的水平 那个潜力水平 是基因所决定的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 把这个 这个潜力 发挥到最大 对吧 假如说 人家本来 清清聪聪聪可以考哈佛的 你整成考了个什么 烟大 对吧 所以 所以是什么 我推荐的这本书里 有一本书叫 越动越聪明 你们看到这个 在谁那儿 好 你看看这个书名 其实这本书呢 我也没有太认真看 但是我翻完了 看这个 我翻完了 就做笔记 但是他的书名特别好 就越动越聪明 就是一两岁的宝宝 就唯一的任务 就是运动 知道吗 因为他的智商 就他的大脑发育水平 就等于他的运动水平 就是在最最初期的时候 在阅读之前 所以说 这里面呢 列了好多种 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 你看我 我就 我经常那个 在逗逗几个月的时候 开始给他折腾 就是例如说 弄一个这个包袱 把逗逗放进去 然后开始表 然后当当当当 然后转 然后 他还不会表达 但是我知道这是对的 还有 把它放到床上 然后捉住脚上 然后给他关 翻翻翻翻翻 就是各种的小游戏 其实特别简单 这不是一小时 你就可以看完 但是 你又能够奠定到 说他的运动时间 其实就很重要 所以 所以你像那个 我举个例子 其实宝宝游泳 大家觉得好吗 不是 说的是说 那个就是前游啊 或者说 在他放到水里 然后 如果是头面放在 就是假设有游泳圈 安全能保证的话 这个好吗 好 对 这是绝对好的事 因为我在生逗逗钱 我也觉得 哇 城里人太 你们太 那个叫啥 城会玩 你们真是这个 对 就是 太矫情了 然后宝宝还学游泳 我说大了再学不行吗 我这么 我大学后才学的 挺好的 有的 然后后来 后来我真正的去 这个生逗宝宝之后 然后开始了解 辅助的这个作用 开始了解上 辅助 就是 就按摩宝宝 就是 就是皮肤接触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其实是非常有益的 非常好的一件事 呃 它被用在了哪里 就是很多 那个早产儿 早产一个月 早产一个月呢 那个早产儿 就是很多就不能在 在妈妈身上 他就必须被奶粉 放到那个保温箱里 才能活下来 因为他早 早产嘛 对吧 但是这些小孩呢 因为他生下来 就被奶粉发现 这种孩子生又会生病 性格可能会有问题 然后这个 各个指标 都会有明显的这个变差 但是 后来发现 给这些宝宝做辅助 每天 例如18分钟 多少分钟 每天两次 这些宝宝就能长成 和其他宝宝 正常宝宝一样的水平 就是皮肤刺激 因为皮肤刺激 就是说 你这么一摸 其实这个迅速的神经瘤 就开始向大脑 有大量的信号输入 游泳是什么 游泳那种水温 泥到水里 你像全身的一个神经刺激 在一个游泳的时候 会强制的脱衣服 穿衣服 洗澡 对吧 会强制的完成一个那什么 所以你像预日书里 会提那个例子 就是在西伯利亚 非常冷的地方 那些宝宝非常的 那个就是穿的特别厚 因为太冷了 所以他们没有运动的时间 所以他们就主要靠洗澡 来来这个完成这种 就是辅助和这个运动 宝宝操的这种流程 因为你单独去按摩 说实话确实不好坚持 我也是按摩几天 但是游泳 我们就基本上 要逗逗 每周又去两次吧 但是还有个问题 我一直也没有解决 就是说那个景圈的问题 是说反正说 这个有一些人说 美国儿科学会说 也没有推荐说这个泳圈 觉得这个 反正我观察观察 他这个怎么说 表现还可以 就也没有太难受 所以我一直让他 这个用了景圈 一直到了几个月后 十个月还是多少个月 就开始就是不用景圈 用那个 用那种趴在水里的 好 如果这是我们说了一阶内 如果给两岁 一岁半以后的宝宝 一条件 唯一的一条件意是什么 就或者两岁以后 多读书 多看包 多看包 就只给一条 假设你要培训一个 假设有个人 救了你一命 这个人 但是他又 家里又没有钱 然后又 他又没有上过学 不识字 不是 假设他识字 就不识字 问题很大 假设他识字 但是他就是说 你很想 你觉得他育儿有问题 来听你的课 两岁以后的 两岁以后的 假设两岁以后 给唯一的一条建议 可执行的 课本 为什么 因为课本是一个 有好多那个课本书 什么为故事书 长大的孩子 还有什么什么 为什么 因为那个课本吧 就是 课本一开始也不要说去 因为我家豆豆还没有到达 就是现在他只是出几课本了 就是还没有到达 说可以自己看的那个地步 但是他已经形成了 对书的一个兴趣 然后那个课本 为什么好呢 因为绘本他可以说他有图画 他看不懂 都是他可以看图 而且他可以真正的培养 就是入门 就是阅读的入门 其实就这一生来讲 后面我会举个例子 等下我看时间 就是就这一生来讲 你很难去影响这个宝宝 你唯一如果他能树立一个 这个阅读习惯的话 你就可以真正的树立 医生的 就是他可以在树里去影响他 从而你间接去影响他 你直接去影响不了他 等会我会说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阅读 就什么东西会 就是是一个底层的 这个基础建设 或者一个前提就是阅读 因为他如果阅读搞得好 他个表达也会很好 他看什么数学题 什么都能看得懂 所以西方特别重视阅读 像西方尤其美国研究的 阅读的深度就非常非常深的 所以他阅读一定要是听得多 要多听 不要多看 要多听 多听讲故事 例如说你每天 只要每天哪怕给他讲 不用是一个小时 就哪怕十分钟 你如果每天十分钟 给他读绘本 这都足以改变他的人生 为什么 因为你让他 你给他读十分钟 他一旦开始培养兴趣之后 他开始要求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但是十分钟就已经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开始 然后当他可以自己看的时候 像中国宝宝和美国宝宝的 阅读量差异 你们知道差多少吗 七倍 十倍 有一个说法是一百倍 这个差距是什么 他可能说的有点绝对 或者统计有问题 但是他说的可能真的是一个事实 在一个典型的美国的小孩里 他可能一年看一百本汇本 但是我确实 我有时候在公交车上问 我说你家宝宝有书价吗 有那个三岁的小孩 我说你家宝宝看什么 一绘本吗 他说没有 一本都没有 就是中国其实很多 就是美国的那种小孩 就是他真正到这个 像小学的时候 每年一二百本 因为那绘本其实特别简单 你说翻几页就完了吗 对吧 他其实看上一二百本很平常 而且美国都是正版化 所以他都是去图书馆 到处都是 但中国确实没有这个环境 但中国有大量的盗版 所以大家可以买英文的 或者中文的 然后就特便宜 三四块钱一本 你就轰轰轰就买上几百本就行了 如果在美国 你要这么一年 要几千美元的买书费用 所以看一本是个很好的东西 我推荐的书里就有一本 这本书就是 为故事书长大的孩子 就是他的怀子表现特别好 在幼儿园里 什么像小学的时候 然后很多人纷纷向他请教 他说我什么都没读 我就给他看绘本 因为绘本里有所有的主人公的这种 这种案例 对吧 他就开始学了 这个绘本呢 其实有好几本都可以 但是你知道真正奠定了 绘本 这是我唯一给你们的建议 这就非常高效的 杠杆率很高的一个事 好 讲一下 青少年近视 怎么预防 您看下这个图 他保持距离嘛 对吧 你看通常家里说 眼睛离得太近了 对吧 我们经常 我们小时候被说过吧 对吧 我当时也是觉得 这个小儿太近了 我也太近了 但后来 我这个问题 这个答案真的是 在育儿树里没有人讲的 我是看了 我也不知道从哪 我才真正的 找到了几个不同的材料 我才真正觉得 我找到这个答案了 就是说 那个近视呢 其实现在的 那个小朋友的 那个近视率非常高 好像小学六年级 都有20% 在一些严重的班里 会到三分之一 这个比例太高了 那这个 这个小学生 这个近视 因为他课业特别繁重嘛 对吧 所以说他多业很多 然后 然后怎么去避免 后来我找了很久 才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那个近视呢 其实那个人的 这个这一生里 那个近视 为什么 近视呢 往往被称为青少年近视 因为确确是 就青少年发生的事 很难说是 有一个人25岁了 都没有近视 突然25岁近视了 没见过这种吧 就人的那个眼睛的发育 就是在青少年时期 形成的 到了48岁的时候 48岁 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坎 就是眼睛的坎 所有的人 不论你近视 还是老花眼 还是你的眼睛 巨毫无比 你的眼睛都会 具 就是 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退化 48岁是一个坎 就是这个 这个我看了很多材料 都是一样的 就是整个人类 它就是基因 就是这样的 这个一种进化 我后来我猜 为什么是48岁 可能是48岁 是古代的这个人 人类 他的孩子的孩子 生下之后 他就可以死去了 他又真正完成壁环了吗 对吧 因为你生了宝宝 你就死了 他宝宝也生存不了 这不叫壁环 而是你的宝宝 生了宝宝 哎 他就可以去养了 我就可以去死了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那个家长都催着这个 你不生孩子 他就 他就这个 死不瞑目了 确实有很多 很多病危的家长 爷爷什么的 就是 你就没有看到你那啥 他一定要看到 这个壁环了 他的基因才能延续了 你要自己孩子不给你生了 你心意乎不把他拉扯大 你的 也就是你在你这没有断 你下一代断了 对吧 所以说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问题 48岁 就是为什么是48岁 因为你想想 一个人如果在30岁时 他发生了近视 或者眼睛出了什么问题 他这个孩子还没有养大 他这个 你像古代 也不是现代 你像洗澡的 什么衣服 什么全没有 那么住的 什么 什么都没有 是极恶劣无比 他如果还活不到48岁 估计就很难 这我一个猜想 那个眼睛呢 为什么会近视 就是因为我 我开始 我就有点时间 我挺想 我解决我的近视 后来发现了说 近视其实是对人的一个保护 就为什么你们会近视 大家都会喜欢戴眼睛 我们现场戴眼睛太高了 32都要多 5分之4 为什么会近视 我很讨厌这个东西 我很想 你看激光我都一直不敢做 就是觉得他确实有十万分之一的几率 或者万分之一的几率 或者说20年后你可能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20年后 就20年都很好 你现在50岁后你的眼睛开始老化 你能保证这个准分子或者激光手术还好吗 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来看可能危险没那么大 但是对我来说 我还是不太敢 因为有的医生也不敢做 我查一查一话 你可能就大家别有方法 就如果说大家未来 就是想了解这个眼睛手术的话 做这个准分身手术 一定提前去查另外一个事情 就圆嘴角度 因为很多准分身手术被误诊 会导致整个眼睛会需要幻想化 这个很严重的提醒 好的 谢谢 因为它会造成有的副作用 就是重影什么之类的 就是永远是世界是重影的 你近视镜都解决不了 没有辅救措施嘛 对吧 所以那近是这么可怕的一件事 为什么还要发生 就是因为它其实是对人的一个保护 为什么 就是你十几岁的时候 你看的一多半的东西 都是离你这么近的东西 你的眼睛自然就调到 就这么近就得了嘛 我这是对家状态嘛 那看远的你不看对吧 所以其实小学生近视是什么 是因为他们看的 是因为他们在室内 他的这个目光 也就我就几米就够了 对吧 或桌子对吧 他如果户外时间过少 他的眼睛就会调节到这么近 再加上有时候更近 他就没有放松的那么一个时候 如果 如果所以呢 后来我找的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 好像有一个说 就是你如果能让这个孩子 能有一半时间在户外 就是他的眼睛的主要的 视光 就目光都是很远的 他就肯定不会近视 因为他的眼睛会调节 什么场景是最主要的 他的眼睛就会发生成 是以什么场景为主 所以你天天看这么近的 你的眼睛还保持一个 很远式的那个 那个去光度嘛 是不可能的对吧 所以户外时间 是真正绝境这件事的 我我自己觉得是啊 这个因为因为我 我也看了有一些说法是 但是这个问题可能太复杂了 但是说明了户外时间 其实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看那个日本的育儿百科 就是日本出的那个定本 定本育儿百科里 啊里面什么 一本书里提了十几次 就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啊 妈妈不要花太多时间去做服饰 就买些成品就可以了 要让他们多去外面玩 就就满本书都是这个 他说一定要保证三个小时的户外时间 全是这个这个建议 哎宝宝生下来之后 几个月就可以出去了 知道吗 啊 就有的宝宝什么生下来 两三个月都没有让人家出去过 其实生下来一周什么几天都可以 几天都可以好像是 我人家痘痘是一个月整的时候 所以所以说呢 一定要大量的户外时间 所以说那个小小孩的话 如果你想让他那啥 就有大量时间在户外 他眼睛老是在这个看远的东西 所以说你说啊 离近点离远点 这个不是关键问题 是眼睛不能得到一个真正的放松 好 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三岁上幼儿园 就为什么幼儿园是必须满三岁才能上 而不是四岁或者两岁半或者三 两岁 谁能 知道答案的不要说啊 就是知道答案的 我是希望不知道答案的人思考一下 会说话了就好 交流 指令 好 你们果然没有看过 其实小孩的两岁半已经已经很多小孩说的也挺流利 其实不会说话也没问题啊 很多很多这个日拖什么18个月就开始了 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这个你看那个你看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发展心理学啊 或者什么那个那个育儿理论的发展 你会发现这个人类对育儿的认识也是从非常非常那个 就就像那个地心说一样 就是非常的就是看似正确 但实际上是非常极其错误的一种一些 就是我们今天看来非常傻逼的一些 这个说法 例如在100年前 因为这个育儿也就是说怎么说 真正的育儿也就这么两三二十年的这个比较科科科科学的历史 在30年前还有非常非常多极其严重的错误 在100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更没有什么育儿了 那个当时认为小孩就是大人版的儿童 不是就是大小人版的大人 他就会把那个小孩 为什么古代会有同工 什么十岁八岁能干活就干活了 因为他认为这就是个人 他只是小而已 他会长大的 所以真正后来像我们说三岁幼儿园 六岁小学 十二岁是去中学什么 然后大学 然后什么时候什么你18岁杀人才需要完全偿命对吧 这里面的每一个都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 这里面的当然就是初中和高中的这个范围是非常的模糊的 或者说初中高中到大学 但是大学毕业都比较一致 然后小学上小学的时间都一致 上幼儿园的全世界都是三岁 这是因为完全是因为这个小孩的这个生理所决定的 就是三岁之前的这个小孩 他和大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是什么 他处在了一种依恋期 依恋关系 他和大人不是对等的 说是像大人我告诉你怎么怎么样 他是完全的依恋于大人 就是他的主要监护人 这个监护人可能是爸爸 可能是妈妈 也可能是外婆 奶奶都可以 但是他一定是跟着一个一个一个最主要的监护人的 就像说为什么那个那个鸭子小鸭子生出来之后 然后一定是跟着第一个活物就走 你是大人 你在他身边经过一下 他就他就这几年都跟着你走 他他会把你当妈妈 因为他必须是完全依赖于一个人 他才能活下去 他是完全的依恢 这是因为他在三岁之前 是完全彻底的就没有自立能力 彻底的没有 他和大人就是一种依附关系 他就是完全附在大人身上的 完全不是对等的 我说的是生理上 不是说人格上 人格上还是平等的 要尊重他 但是在生理上 在所有的这种生存问题上 他这一个这这叫依恋关系 所以依恋关系是什么呢 你你例如说他一岁半 你看他也能走 你能跑了 然后也开始说话了 然后这时候你把他放到日脱中心里 哇啦哇啦哭了一个小时 第二天哭了半个小时 后来好一点 但其实这可能是存在有害的 为什么 他是不能和大人分离的 他一分离就开始分离焦虑 什么叫做分离焦虑 可能你们体会不到 我举两个例子 对于男生来说 咖啡馆里你看到一个美女 你很想去和他要个电话 你不敢上前去要 对吧 你不敢搭讪 你又开始想 各种危险 你这时候的焦虑 就叫做这种 这就是一种焦虑 对吧 对于女孩来说 就是突然有一个男的 要约你出去 去哪 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 你又开始焦虑了 是因为你有真正的风险 对吧 那小孩的这种焦虑 是这个的得很多倍 因为他没有大人在的时候 你假如这个妈妈 然后这个天天 这个有 就是假设你即使喂奶粉 但是没有妈妈了 他就是要找妈妈 他就是 有就是老人在 就找外婆 找奶奶 他没有的话 他就是无比的焦虑 他就会这个 他的什么 他的这个大脑 就开始什么分 就是压力开始升高 他的认知能力 就开始下降 然后他的所有 动用一切的资源 他就要去找这个 主要监护人 所以说 在这个前三年 就是一练期 一直到三岁的时候 他才能和大人 分开四个小时 所以幼儿园 我一开始 我说 幼儿园为什么 都四点就下雪 放学了 我说 这个很多人 太不方便 我这个社会上 不是不应该说 这个七六点下 下吗 然后这个大人 正好下班了 对吧 很合理对吧 我说四点就下 但我明白 这个一练期之后 就明白了 那个小孩 他就是要 和亲人待在一起 和最亲密的人 待在一起 他那种亲密关系 所以为什么 希尔斯 亲密育儿 这个理念 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就是因为 他很符合人性 就是那个小孩 在 你想几百万年里 他都没有和父母分开过 或者和大人分开过 你这时候 让他去个陌生的地方 和很多小朋友 还有老师 可能老师还全天换 在那么一个地方 他当然要焦虑了 对吧 所以 他是不能长时间的 在幼儿园里 所以说六个小时 已经非常非常长了 对他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自己 你在家里待一周 你都没事 对吧 因为你不是一练七 好 日拖 大家知道日拖中心 对吧 日拖有意还是有害 举个手 认为有害的举个手 因为知道 觉得有意的举个手 也有觉得日拖 日拖什么叫日拖 你知道 就是日拖 就把孩子放在那 然后下午再领回来 然后那也有小朋友 有专业的老师 有的那个 收费也比较贵 一年十几万 那个的也有 一个月五千的也有 然后 这时候 因为尤其是双职工家庭 确实 他假设没有老人帮带 但是大人呢 又需要 需要这个去 上门 那他就放到日拖里 就是一个 一个还可以的方案 好 那 但是这个问题 其实都很复杂 都不是绝对的 那 日拖是这样的 这件事 就是非常小的日拖 例如 两岁以内的日拖 就会 一定要非常谨慎 就是说 如果是非常高质量的日拖中心 还行 就特别贵 就或者老师素质很高的 或者老师也不变 或者这个老师数量比较多 他可以照顾过来的 还行 但是如果说这个日拖中心 照顾质量很差 你把它抛过去 你 这 这是有问题 会有风险 他不一定说 一定会怎么样 他肯定会有风险 他还处在这种分离焦虑里 妈妈 我就是你自动成的 那个 谁 谁 谁把你们两个 把那个静音一下 静音 你看 还有 你看最典型的两个 两个这种描述 这个我在商场里 就有时候见过 你再淘气 妈妈不要你了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那个什么 什么爸爸的朋友 就会和小孩逗孩子 说 你爸爸走了 不要你了 其实小孩的 小孩的这个理解力 它其实都是一个区别 就是他真正理解 这个这个世界的过程中 他其实 例如小孩 其实到了某一刻 才会学会撒谎 某一刻之前 他就一句都会说 就所有的话 为什么那个童言无忌的 很多这个 这个笑话 就是因为他就是想什么 说什么 他不知道谎言的存在 这时候你说 哎 你爸爸不要你 走了 他就 他不是会当真的 他觉得没有人爱他了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所以不要让任何人逗孩子 还有自己也不要逗孩子 我发现这个 这个人的这种本能啊 就是大人 就是 就是有这种 就是他觉得好玩 然后小孩出丑了 我也逗过逗逗 然后每次逗逗逗 我这个 我和这个家人 这个和外婆啊 和我老婆就相互批判一下 就是哎 你又逗孩子 对 他就说我错了 就行了 就是 为什么 我举个例子 就是像哪种逗孩子 就是 他至于要个东西 哎 你就不给 然后就或者你躲过来 他 他 他什么难受的这种样子 就很可爱 因为小孩怎么都很可爱 这 其实就在逗孩子 他那个 尤其大人 特别典型 就是哎 你看 那个 像有时候拿个东西 我记得 我没有生逗逗之前也是 有一次 逗我妹妹家这个片 然后 对 我说给你 他说好 他就拿了 他一拿过来 哎 这就在逗孩子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一岁 当然一岁的宝宝 不知道任何新人 他怎么会 哎 对吧 你其实就在逗他 这个只会对他造成伤害 他立马就不理我了 开始 开始哭 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那外面我跟你讲 你们别人逗孩子 这个情况特别严重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逗孩子 这是一种本能 因为它是一种玩具 就是对他来说 是一种玩具 所以不要让任何人去逗孩子 逗孩子是非常傻逼 非常蠢的 一种行为 他只会破坏信任 破坏依恋 破坏这种关系 当然你 就是不一定说 这个孩子一定说 这个受点挫折 就能怎么样 而是说 我们把这种风险降到最低 还有这个问题啊 特别典型 这个我们经常碰到说 这个小朋友 这个幼儿园啊 或者说你去这个游乐场 对吧 这个小学里 谁欺负你 这个小孩 这个假如被欺负 谁欺负你 我告诉你怎么办 打他打回去 好 讲一个 大家记不记得 有一个在美国 好像有两起 一起是韩国的 有一个韩国留学生 把教授什么都给干死了 有个中国留学生 他妈偷偷偷把一个教师 杀了六个人 对 这些人为什么不给他毕业 他就把老师都给杀死 就为什么 就是你们谁能一句话解决 一句话回答一下 思考一下 就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人不让他毕业 他人生就活不下去了 他为什么要 他把杀五六个人 再自杀 就这种事 没有满足 情商低 是七十一法 他真正有 这他养的那种私观性 他以为这个 反抗的女生 中药形成的模式 写入运见 当然 这有很多这种解释 就是 我说一个解释 就是 他只有一种直线思维 你不满足我 我就干死你 或者说 你看最典型的 就是 比如谈恋爱的时候 你分手 我就杀你父母 这种很多 我说 哎 你 你那个 你要赶分手 我就 我就放你裸照 特别多 这种 这是一种控制 就是 你 你如果不A 我就B 为什么 他只有一种直线思维 就是 他只会这一种解决办法 他只会这一种解决办法 举两个例子 特别好玩 一个例子 是 那个 我观察小区的小朋友 他在 因为他特别小的时候 他 他表达高兴的是什么呢 他表达高兴 这个 他也不会 不是 他也会笑 但是说 他不知道说 这个怎么说 他不会表达那种笑的时候 他一开始什么 他就摇头 他一高兴就摇头 就是那个小孩 他一高兴就摇头 高兴 高兴 就是你怎么 他都高兴 他这时候还不会用笑 或者那个其他方式表达 就是就是摇头 是他表达高兴的 唯一的出口 结果呢 有一次那个 在游乐场 这个小孩 这个 他玩着玩着 这个 他在鞋坡上爬 一高兴 他觉得爬上去 一摇头就滚下来 好 这只是一个出口问题嘛 然后 说有 有一个 有一次和人 和朋友吃饭 我讲了这个出口理论 他说 我 对 他是说 他想和他 他老公老吵架 然后怎么怎么样 他老公怎么就 就 就一闹矛盾 就他老公提离婚 然后摔摔碗 我说 我说 你你老公很可能 不是真的想离婚 我说 只有女人一般这样做 这种情况 其实不会想离婚 我说什么 我说 是因为对你老公来说 可能 我讲的是出口理论 我说 就是提离婚 或者说摔盘子 只会擦拭 发泄他的这个 不满的唯一的方式 他有不满 他也说不出来 他也不知道 怎么去处理 他也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一个 情绪状态 这是他唯一的出口 好 就讲这个东西 这就是 如果A就是B 这其实是 最最差的一个 解决方案 就是 谁欺负你 你就打他 反击 什么都不管 对吧 那这种人 如果 就是说 当然不一定说 一定说长大了 会杀人 而是说 他如果老是 这么思考问题 就是你不满足我 我就怎么样 就是对吧 你就是分手 我就 我就割腕 他表演一次成功 下次就会 就会 就是 更更严重 这个这个问题 应该怎么解决 应该说 首先你要看 这个小孩 是是几岁的小孩 在什么情况下 是怎么去打的他 例如 两三岁的小孩 是完全不能预料 这个世界 就是世间的这种危险的 例如 举个例子 就是说 他因为他没有推倒能力 没有那种 就是危险的预判能力 所以他是完全不知道 说我推这个别的小孩 他能摔倒 他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 那个世界上最残暴的 这个生物 是这个五岁的小男孩 对 就是你看 有很多 我们小时候 都杀死过小青蛙 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吧 是因为 他不知道 这个东西很残忍 他就知道 我就把这个小鸡 这个戳死啊 或者小老鼠 淹死啊 就觉得很好玩 那那两三岁的小孩 也是 因为我要逗逗 在刚开始去游乐场的时候 也是 哎呀 就来小孩 啪就推倒了 啪就打一下 后来我看了 那个就是这个 就是小孩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能力 极其极其有限之后 后来我就 再也不生气了 就是赶紧抱走 然后让他赶紧拿啥 就行了 因为他这是 就是我家豆豆 你也会推别人家 是一样的 所以这时候 他是一个 无心的一个伤害 确实是一个伤害 但是没有必要 大人就为这个打起来了 因为那个小孩 这种这种很多嘛 他也不会造成 真正的伤害 那你在学校 你假如碰到了一个问题 说谁谁谁说 哎我谁谁说我坏话 我就去打他 对吧 你到底说是他说的 还是别人传的 他说的是什么 对吧 你应该当面去 去就是沟通一下 哎 是不是 把真正的问题解决了 就把真正的问题 情况解决 后来发现说 哎其实不是这样的 可能是一个误传 或者怎么怎么样 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就当你的解决方式越多的时候 其实你的能力越强大 你看那些成功人士 并非他 他自己多强壮 或者多么牛 他们是因为 他们知道更多的解决方案 所以经验也是 经验其实积累什么 你的智商不会变 情商可能会有所提升 但其实你积累的 就是解决方案 在逐渐增多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吧 所以 是更多的处理方法 更多的手段 这才会让宝宝能活得更更大的一个生存能力 就是什么样情况是 确实碰到一种东西了 一种环境就是什么 我要还击 那就告诉他要要反击 而不是说 谁欺负你就打他 这是直线思维 这就是 就是 好 这小总结一下 那个学育儿的目的是什么 好 那个我们学育儿的目的 其实呢 就是很多人一想成功 就想去马云来 其实我们的这个目的 并不是培养成一个马云 并不是成为马云是这个 你首先这个马云 世界上就一个马云 连别人任何人都成不了马云 我们的目标就是成 就是说 就培养成一个自力更生的 一个这个有创造力的人 就完成一个真正的 他可以 他可以自己就生活处理好 然后能够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对吧 然后还可以有创造力 给这个世界做出贡献 这就很就 这就很好了 我觉得21世纪的 唯一的最重要的是创造力 你看现在已经 已经有20%的人 完全不工作了 就在美国 3% 好像3分之1的人 已经是SOHO族了 所以这个世界发展变化太快了 也导致说应该功耗内容创业一出来 你会发现只有创造力是是真正重要的 好 举个例子就是你 我们大家都买过保险 对吧 像机票险 对吧 可能是百万分之一的这种概率 车险 可能有十分之一的刮蹭概率 对吧 好 那我们说到宝宝身上 你看 假设你的孩子 这个世界上确实啊 就是我们不要攀比 我们不要说这个公布成绩 造成压力啊 什么的 这方真是对的 但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残酷的真相是什么呢 世界的生存能力财富的分配是按名次决定的 不是别的因素决定的 我举个例子 你讲说那个 你讲说那个 第一阶大战 或者说这个这个团购大战 在几千家或上百家在竞争的时候 谁能胜出 在刨开了这个外界这种偶然因素之后 其实谁谁牛谁胜出 对吧 是你在这个领域的次序决定了谁成功 因为他就一二三能成功 你在这里面第一名的顶级牛逼 你就成功了 对吧 所以无论是升职啊 或者说你去写副小说 你或者说你在这个知乎上 那个成为一个大V 完全就是你在这里面的名次所决定的 所以说呢 你如果说他在各个项 都处在最后 他确实是一路后 所以这种家长的本能 我就是和别人比 这其实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就为什么 你想举个例子 你看那个 我看过那个 像那个动物纪录片那种 就是那个狮子去吃羊群 对吧 羊群就开始跑 然后那个狮子就去叼 是因为你跑的有多慢吗 不是 谁跑的最慢的那个被叼走 其实人确实如此 这个公司被淘汰 你看一搞不行 一猜员 百分之二十 就是最差的那百分之二十 淘汰走 所以你想 我们要避免让宝宝成为最后的三 五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的那些人 对吧 我们要让他的 但是我们大家生在北京 其实已经已经 已经在北京 中国百分之前二十了 就是各种的教育资源 非常的发达 真的是 说实话 你们不听也没啥问题 我觉得 我觉得 但是在中国 很多山区或者能算真的 天翻地覆的差距 我觉得可以就是 就把优秀的宝宝 从概率 从百分之五十 提升到百分之九十九 尽可能的发挥出 他的全部的这种潜力来 就是你有的家长也不看书 但是我有的家长 我一看他很聪明 确实这个家长的各个 我问了几个原则都很对 这种其实他不看 一本书不看也没问题 但是有的家长是说 他也不看 但是他贸然就会实验一些方法 例如在家育儿 在家育儿就不上学 怎么之类的 这其实是可以的 只要你的知识储备 储备量高于学校就可以 其实在家育儿没问题 只要你足够的 有足够多的专业知识 但是如果不是 那学校这个系统 是提供一个很不错的 一个标准水平 所以说如果你让他放养 怎么也可以 反正就是说 那你多学一些东西 你会发现 你大概知道 怎么去搞 好 下面讲几个 我思考的理念 前面讲的这些东西 其实你育儿书里都有 我最后讲一下 我说一下 育儿书里可能没有 或者说更加这个我 这个跨界来的思考 拐点 一个是这个智商和成功 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直接说这个答案吧 你们肯定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寻找了好几年 才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大家知道 智商一定是这个 越聪明越好 对吧 你要例如 假设90 90相当于这个 这叫 医学上就叫弱智吧 这个 你看95 还是属于比较笨的 像对 好像黑人 黑人是90 还是95 我忘了 不是 其实这是客观研究 客观研究 在整个这个人 人类地球上 人种的智商差异 是非常明显的 就非常明显的 就是 我举个例子 很多人 很多人这个人 就是想生个混血宝宝 对吧 其实 没有看 可能有人没看我朋友圈 其实是这样的 混血宝宝 确实更漂亮 但是 这个混血宝宝 可能 可能这个智商 可能未必比中国宝宝好 为什么 因为两个人的智商 就 混血宝宝 更漂亮 为什么更漂亮呢 是因为 它混合了基因 所以它的那个脸部 更加的对称 就是越对称越美 真的是 越对称越美 就是你去看 包括你买个甘蔗都是 我买过一段时间 喜欢吃甘蔗 我发现那个歪的甘蔗 就是不甜 所以为什么说 歪瓜略枣 歪瓜略枣 真的是有道理的 所以为什么 所以那个混血宝宝 它的那个面容的 那个对称度 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它确实 太可爱了 但是 但是它的智商会处在 两个人的 大概的平均上 就是它的这个 正态分布 或者说 就是两个人的平均值 因为容貌也会平均 身高也会平均 对吧 它不可能说 这个宝宝生在了区间外 它下一个 又又生在了区间外 这就 就不收脸了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那个 整个东亚人的智商 是105 如果你要找个老外 去生个混血宝宝 一定要找一个 高于105 或者说 高于110的 你在北京找个重点本科 其实你肯定就有 115或者120 对吧 很容易能找到120的 那你也找了个白人 他也很有礼貌 或怎么样 那可能他至少是100 真的是 这是后来我查到的问题 就是确实有研究 是有这个结论 好 那智商的这个越高 当然是他是成功率越高 对吧 但是呢 有180的这个 这个 这个门萨俱乐部里 有那个178的那种 紧急聪明的 那个卡车司机 也有 那后来我看到一个报道 解决了我这个疑惑 是这样的 存在这么一个点 一个拐点 就是在这个拐点之后 之前那个智商越高 他成功概率越大 但是过了这个 这个点之后 你多聪明 都差不多 你也可以 就是你 你这个智商就够用了 就是你可以 已经取得世界级成就了 这个点叫 是120 所以说你一定要 生个混血宝宝 那就找个120以上的 肯定 肯定可以 举个例子 就是 那 那就是说 就120以后 你可能成为一个卡车司 也可能成为马云 也可能成为比尔盖茨 这个叫做拐点 就之前是 就这么上升的 我画了个图 等后面我画了个图 这个拐点是怎么样一个存在 好 金钱和幸福是怎么关系 你们看看幸福学里 你就知道 金钱和幸福也 也是类似的 就是钱越多越幸福 在于说你 你吃了 你有钱吃饭 就没钱看病 你看了病 你又上不了学 这种痛苦是 无时不刻 伴随着你的 所以钱越多越幸福 但是存在一个点 存在一个拐点 你一旦解决了温饱问题 就是你看病 上学 教育 自我发展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你可能不能去旅游 但是你已经生存 已经很好了 这时候你的幸福感 已经和钱就没有关系了 所以那些什么 那个什么身价 十亿美元的CEO 说我很焦虑 很痛苦 那是真的 压力都是真的 好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 其实说这个钱 例如我给你一分钱 他也不管用 对吧 一分钱是不管用的 你啥也做不了 所以这个一分钱 这个效用是零 但是到了 假如说这个 这个一毛钱的时候 你可以 假如两毛钱 你能买一个口香糖 一直到这个 到了这么一个点 对于那个智商来说 你看这个智商 你看90 这应该有一个智商 就是85吧 假如说 他不能生活自理的情况下 你以下就没有任何成就可言 对吧 所以智商会有一个点 那智商这个是120 那金钱这一个点 就是温饱 就小康水平吧 好 其实我发现在 在这个 在这个关键期里 还有陪伴时间 还有在语言 还有在玩具 买多少 还有他玩游戏上 我认为一样存在 这么一个这个拐点的 就是说 一定一开始 你的 例如陪伴时间 你父母 大家看那个 好妈妈生活好老师 就知道了 好妈妈生活好老师 是销量超过了500万册 是育儿品力 number one 这本书虽然 它不是那么科学 也不是那么什么 但是它特别好懂 真的是 它提供了一个师范 一个妈妈的 怎么养育宝宝的师范 例如一定要是 自己带孩子 所以我们虽然是 外婆在带 但是我是一直让 那个外婆 有一半时间 在我身边 是因为我觉得 有一半时间 我可以足够影响宝宝 就是一定是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这个有一个时间 就是你陪伴他 例如爸爸 就是一开始 也是恨不得 这个怎么样 天天陪着宝宝 但是其实你一旦 工作起来 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或者去陪他 其实你一天 如果能高质量的 赔一小时 哪怕或者半小时 其实都够了 但是你如果说 我一周才能见两天 这是不太好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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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从教育的影响来上 因为你影响不到宝宝 你一周就见一次 对吧 你这 这一个小时 也可能就只是这个 那啥 你 你谈不上真正的教育 所以 但是你 你如果能在 一多半的时间里 能够每天还能玩 一个小时或者去引导 那其实你是可以 有一个影响的 但是呢 你要说一天三个小时 可能和一个小时 效果差不多 就是后面 其实 差不多 所以说 在语言的输入量上 当然 语言这个问题 是非常复杂的 这个语言是越多越好 因为我们的问题 在于什么 就是不读 我说的这个语言量 可能是说 它整个童年 有四千万的 这个 词汇输入量 听多少字 而不是两千万 玩具 所以玩具呢 也是很有益的 我自己觉得是很有益 但语言书里 是说 没有说 没有任何玩具 被证明可以促进制定 也没有做过实验 但是我认为 在一定数量的这个玩具 还是能够增加这种刺激 尤其声光电玩具啊 因为我观察过 我们家豆豆 玩那个 玩那个电子鼓 它登登登登登 它就按 它一按就开始放歌 放歌 它一按又换一首歌 有三首歌循环 它这个就 一天就按 它 它一开始的时候 按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 然后 一分钟我数了 大概八下左右 它这一天就能 这个 就是 按一百次 它在半个月的时候 天天按 它这一 它能玩这个一个月 能玩这个半个多月吧 就是 我数了数 一共一千多次 就是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是一个木质玩具 它根本玩不了一千次 因为没有这么多反馈 对吧 所以电子游戏 其实也不是说 完全不玩 啊 这个一刀切怎么样 其实游戏 是可以玩的 但是说你两岁之前 其实作用也不大 就是可以玩那么 很小的一点 就可以达到说 刺激 刺激它的发育 但是说 你要玩一个小时 后面肯定会是 更加不好的 对对视力 所以说 可以控制 非常控制的那啥 要么就不要让它玩也行 但是你要超过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啊 这个 它的滋空力 什么的都 都可能会受影响 所以提供了相当质量的看护和教育 就问题不大了 这个是什么 就是前面我们说 育儿是可能 大家都觉得 这个非常谨慎 这压力很大 这个其实非常普遍 我也存在 但后来我看了 那个法国妈妈育儿经之后 这本书 他们就是另一个极端 就生了孩子 就分房睡 然后什么也不打管 反正就是 但是还行 就是他里面提了一个标准 叫cry it out 就是这个宝宝 就是让他哭出来 就是他哭没事 其实哭五分钟 就有一个研究说是 哭五分钟就会造成 巨大的压力 就已经 就会造成损伤 但是哭一两分钟 没有事 就任何时候 他哭一两分钟都没事 而且会压力得到释放 所以说也可能会 所以不用那么去把 全部的精力或怎么样 就是我为孩子而生 而是说你提供了一个 基本的一个很好的 那啥就可以了 因为就是过于疏离 和过于关注都不好 对大人的状态也不好 你状态不好 那宝宝就会受到影响 其实有一个 后来我一开始 刚看育儿书的时候 我这个信息信心澎湃 然后觉得我可以掌控一切 我可以怎么怎么样 但是看最后 看了六七十本书以后 我开始发现 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是其实那个宝宝的发展 不受你控制 你觉得我做了 买这么多玩具或怎么样 但其实最主要的什么 是他的这么一个 自我的这种 自我的这种机能的 一种逐步的释放 大人要做的是 提供合适的环境 合适的这么一个引导 具体他是 爱玩哪个玩具 玩多久啊 什么 你几乎控制不了他 你只能把马牵到河边 他喝不喝水 是他的问题 但是你把他牵不牵到河边 这是你的问题 就例如说 他很喜欢听音乐 但你不给他买个 他可以操纵的音箱 这就不行 我家豆豆 那个就 就现在已经 就是一岁半的时候 就开始控制 那个讯飞智能音箱了 就是 那个讯飞音箱 怎么说 就是叮咚叮咚 播放 小苹果 然后他就开始放了 叮咚叮 这绝对是一个革命啊 你买了之后就知道了 就改变了交互 听歌的方式 就是叮咚叮咚 暂停 他暂停了 叮咚叮咚 播放 就播放了 叮咚叮 天气预报 然后那个豆豆 很快学会了 叮咚叮咚 下苹果 好 我们看那个 未来监视 就提到了 一切都是算法 真的 我在这个育儿上 到底 是否可以用算法 来理解育儿问题 我们晚十分钟吧 他讲完了 我觉得是完全完全 太适合了 就是育儿 其实就是个算法问题 我举个例子 我就说 我观察了 因为我这是统计 并且我是经过了 我测了 我要逗逗 我测了一分钟 这一分钟 他可能按了八次 或者十二次 然后我 我我我我 我记表 然后在在两周内 我看他每天都玩这么长时间 我我我算了算 他会玩一千次左右 他该 然后他就不玩了 这个电子骨 后来就不打玩了 这就是你给他 他也不玩 但是在他他没有那啥之前 他就开始按这个按钮 他开始学会 很快就学会了 在这个三首歌里 他只喜欢听的那一首 对他那一首播完了 他过来 登登登 按两下 然后又播放那一首 因为他是循环播放的嘛 对吧 然后又听完 又登登登又玩 所以他他真正明白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之后 他就不玩了 所以那些什么 家里老人就说 别买玩具 玩两下就不玩了 最关键就是 他玩两下这一 这两下 因为 你知道啊 他玩的这个过程中 他是在学习这个 他在运算这个 这个这个算法的 这种这个 就是这一套程序 他正在装这个程序 你知道吗 他在大脑里装 控制这个东西的程序 他开始研究 当他开始彻底的搞 明白这是啥回事之后 他就没意思了 又说 又说这个开关 小时候就让豆豆去 我就让他这么动 一个小时三十六